蚂蚁豪门婚变神隐8个月近况曝光。网友眼间发现一张撕罩泄密两人紧靠甜笑。 蚂蚁2014年闪嫁台宿长孙王全人后,瞬间成了身价30亿台宿媳妇,她2017年爆出婚变后悄悄带着儿子飞往日本,一直都遵守着豪门媳妇要低调的准则,也没有对外发表声明。 传公公王文阳多次私孙心切,常常飞日本去看孙子,而蚂蚁则审领8个月都无消无息,没想到现在近况曝光。 根据ET Today星光云报道,蚂蚁传出飞去日本后近期不打算回台湾,且已经让宝贝儿子在日本就读幼稚园,两人婚变后王全人被爆出不含儿费用,每月支付新台币50万元左右,当作蚂蚁这段豪门婚姻的零用钱,不过蚂蚁的友人则说蚂蚁过得非常空虚,只能向闺蜜诉苦。 而蚂蚁好友爱莎二月底和老公北海道去,也去见了好姊妹蚂蚁,两人更是一起去场樱花,在一系列樱花罩妆,她们仅靠甜笑,两人都几乎以淡妆入镜,甚至还像少女一样踩着樱花花半拍照,蚂蚁穿着白外套留着鸡胸长发,气色看起来相当不错,即使与爱莎没有腻在一起, 但也从照片中满满感受到了两人的友情,爱莎更在脸书写下从北海道跑来东京了,东京樱花漫开,满街都是粉红色,春天好美,引起许多网友关注。 白看看,蚂蚁非日本独自照顾孩子,影片,影片来源,苹果新闻。 蚂蚁还是很漂亮呢,希望她好好加油。 作腾蚂蚁,日语,作腾。蚂蚁。Z。 李,1979年11月13日,一名蚂蚁,出生于日本东京都,日本女艺人,至台湾发展。 2000年6月参加华士超级星期天,Sunday Girls争选,与钱田爱莎一起走红。